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任何关系都没有 简直是投注啊 就面上说的都是头头是刀五花八门 然后一口一个道理 但实际上他在行动上应该失败的吧 在感情方面 感情不是用游标卡尺就可以量出来的 也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用来精确计算和衡量的 帮忙帮得太投入的魏教授 慢慢发现自己对成禄这个大龄未婚女的课题研究对象 已经不那么单纯了 双方介入到对方的生活里 已经有这个感情的火花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感人的事情 你在用心帮助别人 然后对方也在用心地在接纳你的一些信息 而且有可能还出现一些误会 挺好 直男什么 直男怎么了 李维浩就是直男 一开始见面是觉得不害我吧 我们俩人是通过慢慢地相处 然后接触 慢慢地信任 依赖 对了 陈诺老师 你今天穿得挺漂亮啊 我见的几个女编剧当中 就属你穿得最好看 你让他去跟另外一个男人去尝试着拥抱 或者说做更亲密的事情 这些都是你安排 但实际上你更希望那个人是自己的时候 就这种拉扯的这种心情 其实还是蛮符合现在这种都市里面 出现一些年轻人的心态 魏教授 你这帮人的方法是不是有点悬啊 想结婚还是想和自己喜欢的人 我觉得如果非要说有问题的话 他们一定是 比如说别人需要的其实是一个苹果 他去给的人一车相交 就是没有得到最后自己的期许吧 就是没有完成自己期许的那样的结果 他肯定也会想办法吧 但是他的办法就不是那么见狼见狡的 大刀阔斧的 而且这人比较闷 就是如果真的他指点的对 然后成路真的跟人家成了的话 他也就认栽了 犯了西洋风 最美不过西洋风 本心有从容 像是晚开的花 像是陈年的酒